當然啦 你沒有祖先嗎 他只是祭祖而已啊 為什麼要政治化呢 我現在跟各位正式宣布 馬前總統 即將於3月27號到4月7號 赴中國大陸祭祖 歡迎收看今天486就是全民調 前總統馬英九 即將以探親的身分前往中國 你怎麼看的 沒有什麼資本 這是他個人的事情 我是覺得不錯啦 我沒有聽說過這些 順中追遠嘛 不服你把他落出來而已 剛剛我有問過一些受訪者 他說這樣子會促進 就是兩岸的和平 他被騙了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去的話 對現在台灣跟大陸的這個緊張情勢 應該稍微好一點 尤其他現在老百姓的身分的話 比較適合 前總統身分因為還是比較敏感 可能多少會有一點影響 這是毫無影響 你下台不要說是台灣的 美國這種下台都毫無影響力 大家會擔心的是 他行程之中有一些 其他政治人物的敗會啊 或是會導致一些後續的影響 背後還會有一些政治的牽連 大哥你自己覺得說 以台灣現在立場 像是親中比較好還是親美比較好 所謂親中 是要要 要同意還是 還是什麼親中 台灣好好的 很安定 很心平 不要他 像他們現在一樣那個 不自由啦 沒有敵人 全部都是朋友 只要你心敞開 都是朋友 台灣現在為什麼 這麼亂 這麼貧窮 沒有水 沒有蛋 因為大家都不團結 有一些小事情 都把它認為是 是政治的因素 我覺得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好像各有利弊 不管親中親美 台灣自己有能力 美國也才會來保護我們 台灣沒有美國也不行 沒有西方條約 台灣老闆沒有 感謝台積電 好的 對於前總統出訪中國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